哈喽哈喽哈喽 大家好 今天继续来做盘后总结 那现在呢 还有五分钟收盘 六线级别看QQQ 它依然是在这里的一个小震荡区 但是可以明显看得出来 现在空军的力量比多军的稍微要强 可以看得出来在15分钟的图 看洞就比较明显 这一波上涨可以吧 这一波上涨多军力量也挺不错 但这里就开始下来 下来就形成了一个震荡区的钟轴 然后我们围绕了这个钟轴在这里震震震 昨天收盘前大概大概一个小时 之前做了一个插针 下跌破然后马上来了一个比法 结果呢期货夜盘呢好像又不行了 又往下去 然后今天一整天它的一个运行的一个区域 都是在整一个震荡区的下沿 而且是靠近这个下沿边 就是在跌破的这个边的一个边缘吧 一直在这里震 所以呢从这里来判断 我觉得破了这个谈整区的几率还蛮大的 所以我们要做好一个可能会回调的准备 那假设它是回调的话 那第一个目标可能先看这个紫色线 不知道它会不会回调到这里 就会直跌 但我们可以在这个点位就开始留意了 然后第二个点位 黄色线这里 QQQ来说大概是290 429 430左右 那到时候它是怎么样走 我们再看 看一眼SPY 基本上还是一样的 还是在这个震荡区的下半部 在这里震 那它稍微比QQQ走的要强一点 应该呢 它这里有个大的震荡区 这个点位 应该是对应着刚刚QQQ的紫色线 然后这里 就对应着QQQ下面的黄色线 也是这两个点位 如果回调的话 就在这里留意 看一下IWM 今天上去以后 上去多少 下来又多少 那这样来看 有可能会演变成这种横向的一个整理 有可能这个震荡上行的形态会改变 再看一下比特币 它就蛮厉害的了 我之前判断它要往上变工 五万九 结果它真的攻 攻占了五万九 但我没有想到它这么快 一天就把它搞定了 而且还是放量 放量 冲上去 放量完以后我们看15分钟图呢 它这两根K线就没有这么漂亮了 它除了带量以外 还是往下去的 但是同时说回来 它没有跌破了五万九 如果是这种 冲上去 马上下来 那就要小心 现在看来 还是OK的 没什么问题 也有一个几率就是演变成 在这个位置震 里面怎么样震 它的形态 是这样震呢 还是这种震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判断的话 可能是走这种震荡 会几率大一点 因为它冲 也冲了 连续冲了三天 一二三三天 所以呢 它休息一下也是很正常的 Coinbase 稍微的表现有点失望 因为它没有完全跟随比特币的趋势 往上冲 报完业绩以后 它做了一个震荡 上行 斜率没有说 很斜 就是稍微一点点的上行 暂时来讲呢 还没有什么大问题 因为它今天的低点比昨天还是要高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可以留意这个点 这个点 如果它不破的话可以继续拿着 我们也已经减仓了 所以拿着看后面的情况怎么样去 Snow现在讲好像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因为它很快 可能 不知道几分钟还是很快就要报财宝 看回头 看回头 讲还是说今天稍微的 就 skip了它吧 然后讲一下这个ARKK 突破这个上涨的一个震荡通道 今天呢 跟IWM还是比较像 上涨多少 回来也差不多是 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判断呢 跟IWM应该没有太大的一个分别 也可以讲 基本上拿下了这个点 之前都是说 它要来打这个点 早上应该也差不多了 算是 来过这个点 那后面呢 我看它的发展情况是怎么样 反正目标就是这个日线的波段前高 看一下它是怎么样 后市的走法 然后MRNA 也没什么特别 就是走了一个15分钟 震荡上行 一个通道 先拿着 继续看 然后今天开了一个新唱 开了波音 突破了 这里 我就进了 当时的判断是 突破这里就是突破了它的 破了它的惯性 下跌的惯性 而且破了它的下跌的结构 突破这里的时候 我就看五分钟图 它这里也是放亮的 所以我就没有等 马上就进了 进完以后 今天整一天的走势还OK 走得很不错 就继续拿着吧 现在在 这一个震荡区的中轴 收到阻力 看它明天怎么样处理这个阻力 OK 应该也没什么其他可以讲的吧 提示你也讲一下吧 但是现在没有进场点位 提醒的时候是在这里 原因也很简单 震荡 这一段 这一段上涨 出来了 出来了 然后整理整理 震荡 然后在这个震荡区 骗你的假跌破上来 回踩一下这里进 头都是之前货好的 这里进了以后呢 然后就涨了 开始涨 107.8 然后今天没有算涨太多 但是趋势还OK 然后继续拿着 等它打这里上面的点 到这里的可能要看一下注意 从日线来看 目标还是这里 118 OK 那今天复盘就差不多了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